第十五章 万德鸿鸣能灭众罪 果能一向专念自然构杖交出 这个名号是万德所庄严的 所以称为万德鸿鸣 名句万德 这个名字里头它就具有了万德 名字也可以召唤万德 名句万德 名昭万德 你叫谁的名字嘛 叫谁就回来嘛 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的 就包括万德 叫这个名字 你就把万德都叫来了 所以就是说你念佛 全设佛 佛的功德 成自己的功德 这个偶尼大师的话 这个话号啊 你念佛的时候 这一句佛号 也是偶尼大师说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得的阿鲁多罗三道三谷底的法呀 全给我们了 这个就把佛全社佛的功德成自功德 阿弥陀佛的功德 你念这一句话 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全本成你自己的功德了 所以这一句功效就这么大啊 你能灭众罪啊 各种罪都可以消灭啊 果能一向专念 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 这个就提出来了 这一向专念呢 阿弥陀佛是个重要的 是个重要的 修持的这个这个 这个 关键 一个是 无量寿经的往生啊 三倍往生啊 不管你是上倍 中倍 下倍啊 共同的 都需要的一个条件 是什么呢 是发福提心 你一向专念 一向就是 我一向就是如此啊 就是一贯的专念是专一的念啊 不知什么都念啊 不是很杂啊 或者我虽然只念的事是否好 可是心里总不安啊 总是想想想 将来我有机会学点别的 我才满意啊 这都不够赚啊 真正的专念啊 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 这不问你 是不是达到异心了 所以这个就跟 阿弥陀经不同在这儿 阿弥陀经是 答一个突击 科技取证 规定一个时期之内 专心的修 修到如果能够达到了 事异心或者礼异心 这样 最后一定能往生 这个是 是一个解释 那么再进一步 哎就是 那比这个还可以放松一点啊 就是说是一向一心不乱 专称名好啊 不是要达到事一心理 达到事一心理一心理 当然是好啊 那就可以生到了这个 方便有余土啊 可以生到直报庄宇土啊 不论咱们一般的都是到 凡胜同居土 那不需要达到 事一心理一心啊 你只要一心不乱的 不是这一想再想那的 很乱七八糟的这么念 是一心不乱的 不清清静静的 一心一意的在这儿念 所以这个玄庄翻译就是 能生到凡胜同居土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就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啊 如果你能够念到事一心理 就更好了 是吧 所以讲就是往生 有很多人误解了 因为念不到一心不乱 就不能往生 这个是一个理解不深的 所以像老说 念不到一心不乱 一样可以往生 不一向专练就不能往生啊 也就是说 就大体的一般的情况 就是这样 因为你必须要一定的修持 一定的修持 一定的念啊 这接这个静缘啊 这个 而且这个念不光是 临终活来接隐啊 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果能一向专练 它自然够障消除啊 我这个自我心中的污垢啊 障碍啊 都可以消除啊 不但道心分手啊 不仅仅是我这个道心分手 为什么要叫一向专练 就是因为你要消除这一些 障碍嘛 你在这个叫往生之前 你这个路上到处都是路障 啊 给你安排了很多路障 你这个走不过去啊 啊 拍张拍张 过去那个独栽那个 唐科车 还拍了种种路障 那他也开不进来了 这个军车 所以要把他这个叫做障碍 这个多念就消除障碍 那不但是消除障碍 而且可以使你的道心存手 你向道之心 你才存手嘛 我们修持就只是两件事情嘛 这两件事情是 结局可以说是一件事情 就是要生处熟 熟处生啊 我们一个生的地方 一个熟的地方啊 我们熟是什么呀 贪真赤啊 为活打算啊 这一切熟极了 打妄想啊 我从来没有说 哎呀 我现在要整顿安排一点时间 我来打妄想 自然就是妄想 那个贪心 真心 痴心 压也压不住 那熟极了 这种向道的心 我要念佛 我要来做功德 来助人 利他 这些真是比生 没有那个 那些个这种贪欲啊 那个心那么熟啊 自然而然啊 和那个心那么真啊 一切都可以 都不管了 连命都可以不管了 所以一个是生的 一个是熟的 修行就是要转变 把这个生处变熟 熟处变生 要把我们这个道心啊 菩提心啊 这种种啊 这个慈悲心啊 这个要念佛啊 要持戒啊 变成很熟啊 而这些个世间啊 这些个功名富贵 妻儿子 你一切一切 大家所熟的东西 我们变得生素啊 就是一个广幻啊 所以就是说 你要心目 去经验 新养这个极乐世界啊 去修道啊 艳离这个缩佛 对于缩佛世界这些东西 不是我喜欢的嘛 这也就是熟处变生啊 不然这就是我所贪恋的啊 这个古报 今天既有到场 就是参加不了 呃 参加了之后 你生病 别人都那很好的 听你这还有那个 这个牙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与多障碍啊 啊 所以就是说 所以就有的时候 听见王上司在这的时候 啊 对门住的那个 好这个好 好人好提了 他后来就有了经验了 他又说介绍人来见王上司 他怎么也不成 总是说好 到时候不行 他后来他总结的经验 他就 他要介绍一个人 他先替这个人念多少多少遍的 这个金刚和白子民 消除障碍 这么做了之后 就是成功了 到时候才可以来 这个障碍很厉害啊 所以大家 我们这个不但是 有的是怕受罪 不但是有的时候 他不是一定只是罪 但是增加障 刚才这个障也是不得了 啊 你不修饰还好 一修饰这个 到处是干扰 阻止你修职 啊 你刚刚说我这个里头要多念一点 到复运这个单位上 晚上给你下达一个任务 叫你干个什么东西 那你记号落空 这都是障碍 你看这个这个很好的运功啊 有福报嘛 出世间福嘛 啊 所以所需要的辅入 就能得到 表情的方向 能得到 好的 很好的 种种的啊 大家都是一件善知识 都是一件善友 啊 或者清卷的菩提眷属 这都是福报啊 啊 这个你这一个人念佛 全家给你反对 你这个 你这些障碍啊 哈哈哈哈 这种基因很多 这个丈夫生气 把他佛想扔出来啊 丢到好远 是不是 你打架打不赢啊 这菩提眷属 大家都是很可贵的事情 都是属于福 那出世间福也要啊 这会更重要 我们这里说 关键是个会 你要会复你的法师 你得到解脱你的这个烦恼 都是要靠这个般若啊 你老念佛 你不会的自然可以增长啊 你老念佛 你不会的自然可以增长啊 那更重要的是灵命忠实 所以这个一向专念 你信愿持明啊 他签到那个信啊 愿的东西都提过了 实际上 你就暗设在里头了 是吧 你到能一向专念的人 他也有 这是从信愿出发的嘛 那么这样 在这灵命中的时候 这个往生 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啊 尤其是在往 灵中的时候 不是念佛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四大分离非常痛苦 心也是心力极微弱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要是能念啊 不是你平常锻炼的成了如此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要锻炼到这一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不是异行道了 是你能够达到这个活来接引的条件 我来接引 也就我常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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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现在 比如说一般的五百份考取 那么这个 这些大学啊 这个你现在你这个 我这个学校二百份考取 这个可以 因为我零多这个考取 这不可能啊 所以经浪世界这个学校 就是二百份考取 而去的时候没有降级 没有留班 各个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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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爱因斯坦的这些学校 都要成功 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学校吗 但是这个 所以你的二百份还是得要的吧 所以你得到达到佛 这个愿力啊 来建议你啊 就是说你果然是信啊 愿啊 愿意往生啊 你在愿以后 你愿意来啊 而且你还是在联佛啊 一向是如此啊 一向是如此 所以这样在临终的时候 佛就和许多大菩萨 和许多圣众和你有缘的 所以很多人这都证明了 很多人在往生的时候 看见自己家里头过去啊 已经的死过的人 跟着佛一块来接了 嗯 已经来接了 啊 所以大家来迎接 啊 现在这个临终的人的面前 是慈悲加幼 令心不乱啊 啊 这个阿弥陀经 就是这个两种译本啊 一种是 嗯 旧俄罗是一种是 玄庄啊 这两句话是在 玄庄法师的一本里头 在临终的时候 所以 玄庄法师 为什么他要再翻译一遍呢 都是有这种大德 实际都是宝贵的 啊 玄庄法师的翻译文 大家都愿意念 啊 这个俄罗师的都愿意念清一本 玄庄大师 大家知道他翻译的准确 翻译的好 这些没有谁肯念 他就是日式 大家是绕口啊 啊 但是他还是要翻啊 那这个重要的就是 加上这就有慈悲 加油 令心不乱 是佛的慈悲力 来庇护你 来加持你 令心不乱 这个令子的分量很重 教你的心 教这个灵中的人的心 教他不乱 命令他不乱 这个令子不就是命令 就是使得他 还有的经常说 佛他这个手术 一个特殊的三位 而且让这个王者 也入另一种三位 而这个王者 这个时候 佛的加持入在三位之中 因此他就能念了 所以这个是靠什么 靠他力 所以这个往生法门 禁读法门 是他力门啊 老师你不相信他力 只相信自力 这个不够啊 他力是弥陀的愿力啊 所以弥陀成为大愿之王啊 佛中之王啊 这个愿力特别殊胜啊 你这有一定的这种信愿之明 愿以往生 一向发福 一向专念 这些条件符合了在你这个最后的时候啊 佛就现代以前 打动现在的一天 你活的力量 那这个说得简单一点啊 那别的经常就说啊 就佛这个大经节上都有啊 你这种三位的力量啊 使得你夜入三位 啊 也就是自然正面 存命能跟着你 那是最终的往生啊啊 是接引往生 所以阿弥陀佛称为接引佛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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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者需要发福提 一向专念 得到的果实 就蒙佛接引 蒙佛接引而得往生 靠佛力 所以接引佛 是一个手捕着莲花 一个是一个手是这么垂直的 而这个莲花 就是这个王者 所要做的莲花 所以就送来了 这个手就是接引 要是接你 或者威你加倍 啊 使得你这么去 往生极乐世界 七宝石中花开 得见阿弥陀佛 所以到极乐世界 就不是父母所生之身啊 就在莲花之中 自然化生啊 啊 这个突然变化出来 就不是我们这种血肉的生命啊 啊 啊 所以叫莲花花生啊 就是啊 那一生之后 大家都是三十二种大战互相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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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明啊 啊 这个 嗯 像上面谈了很多很多道理 这就是具体的地方啊 啊 这一切都不二啊 阿弥陀佛也确实 啊 啊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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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啊 也确实是大家都共同见到了 极乐世界 见到了阿弥陀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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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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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念佛就是 开始的觉悟 啊 这个觉悟 有本觉相合 就是去究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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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具体呢 那就需要你这个 一向专念啊 就是尊重啊 就得到见影了 往生啊 嗯 所以他一个教 他一方面 他是要跟你说明 啊 这个是 必然有一个道理在嘛 治理尊厌嘛 啊 啊 这个是符合啊 啊 真理的嘛 你能够接受嘛 啊 啊 不是像这个这个 乌烟瘴气的东西嘛 是最高的 最熬瞄的 最清楚的 最正确的嘛 但是你还不光说 它正确什么就好啊 你还要能做得到啊 啊 那做得到 你怎么做啊 所以他这个很全啊 你这个是做得到的嘛 你一向专念 我这个就下这个决心里面呢 从现在起 我就供 火象也挺了 这开始很好 我就供上魔 我就从晨晓的一个定课开始 我天天就念 那他们这个小孩 什么都在念 啊 这个有 和这个 和这个 那中学时代 他现在上大学了 这个 那中学时代 他转换 他这一天就是念到八万 啊 啊 这个念下来了 那天后来就转变了 这个变成功 很笨 啊 所以大家说都 一千五千年多了 嗯 我昨天一万一千 一千一万一千 所以大家 都都是要 啊 所以这个 将来就是一个 一个佛化的家庭啊 啊 把他佛体转后 把他医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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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